MELODY 早上有意思 你好 我是傑森林珍 早上 你好 我是Vivian 溫慧欣 又來到今天的MELODY 一週ALL IN 今天也要談到幾個國內的課題 所以我們就有請時政專欄作者 孔維祥雷書 孔維祥就安 兩位D姐就安 需要聽眾 走生後 好 我們來一起探討一下 近期我們就有看到171名的孟維祥男子 就從宿舍步行 大概有10公里就前往Vivian Johor的警局那邊去報案 而這群孟維祥男子就是由中介公司合法引進本地 卻一直沒有被安排工作 有的人說已經等了3個月 也有人等了6個月都沒有下文 那在這個事情方面 其實現在警局已經在進行調查了 所以想問一下 成為中介或代理的條件 會是門檻太低而導致這起事件的發生呢 孔維祥 在回答Vivian的問題之前 首先必須譴責警方 不應該去扣留這些移工 因為他們並沒有犯法 他們是被欺騙過來 你想一下他們的處境是非常可憐的 離鄉背景 花了一大筆錢 花了時間 本來想要來賺錢 要養家扶口 結果卻沒有工作 那他們在無法可施之下去報警 這種報警行為 你卻要扣留他 這是非常不恰當的事情 我們不應該對這些弱勢群體再進行剝削 那在這個案件裡面 他的代理中介是不是有執照的 我們並不知道 警方還沒有披露更多的詳情 那我們就當他有 借著這個機會來講解一下 成為這個外勞中介或代理的門檻是什麼 有沒有太低的嫌疑 其實代理中介的執照分為三種 你沒有執照就不能夠作為代理中介 它跟旅行社是一樣的 你一定要有旅遊部的執照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查 那ABC執照它的差別是什麼 A執照是只允許在國內發布工作招聘的廣告 而B執照是國內跟國外都可以發布招聘工作 包括國內的邦友服務 那最關鍵的就是C執照 C執照是允許你引入外國勞工 你去招聘外國勞工的 所以一定要認清有C執照的 它才可以幫你申請外國勞工 那除了你要申請這個執照 最主要的條件當然是要通過 人力支援部的審核 看你有没有這個資格 你是不是做這個生意的 你的資本額有沒有繳除 如果符合這些條件了 你就要繳交抵押金 A級執照的抵押金是5萬 B級執照10萬 C級執照25萬 那如果你在營運的時候 沒有接收到任何投訴這個執照 你就可以繼續更新 如果有你就會被取消 所以從這裡來看 門檻其實也不會太低 它有一定的審核 然後也要給你有抵押金 只要出現任何問題 我就會收回已經給你的執照 所以這邊也特別呼籲大家 如果面對外勞被剝削 或者是被欺騙 你有發現了 那一定要去勞工部投訴 那勞工部才可以采取行動 才可以收回他們的執照 給這些不良商家一個教訓 不然他會繼續再欺騙下去 這一點是我們必須要做到的 如果我看到這個中介公司 他們是合法引進這些外國的勞工 可是安排來這邊的時候 一直沒有安排到工作 所以在這一方面觸犯的法律 你剛才也說到可以去舉報的 那我們應該是要去用 怎樣的相關的條例 去對付這些agent或者是中介 對 Jensen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你沒有安排工作給這些外國勞工 你是不是屬於犯法 當然這個案件還在調查 我們沒有詳情 所以不能妄下定論 不過根據現在所獲得的案情來看 我們可以初步得出結論 觸犯法律的情況其實是很明顯的 因為根據申請外國勞工的程序 你必須先拿到內政部的申請配額 你要證明你的行業是符合申請外勞資格的 也就是製造業建築業農業種植業或餐館或清洁服務的這些服務業 你在這些行業裡面然後你有需求 你請不到本地人人力不足 你才可以去申請外勞 你符合這個資格了 你就要先跟內政部申請配額 拿到這個quota了給你多少人 你才可以去找外勞 換言之你是要有空缺 證明你請不到人 你才可以去考慮去申請外國勞工 你找到外國勞工了 才進入下一個階段去申請準證 讓他們進到馬來西亞 所以你肯定可以進到馬來西亞 你已經拿到配額了 你已經有公司了 不可能會出現人來了沒有工作的情況 所以現在這些勞工來到馬來西亞 三到六個月的時間 沒有工作很明顯 剛才我們提到申請外國勞工的流程 沒有被遵守 因為你被遵守就是有工作了才找人 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從這裡就可以看到 相關的中介應當是違反法律 走了漏洞 先用其他方式去把外國勞工 給申請進入馬來西亞 然後才讓他們來找公 這很明顯就是一個處罰的行為 所以執法當局必須嚴厲的調查 對付這些非常不人道 也非常不應當的行為 那根據我們的首相署的副部長 就是管制這個法律以及體制改革的古拉 他也發文就指在64個管理外勞的國家當中 馬來西亞是唯一有兩個部門在處理這個外勞事務的國家 那當中呢就是兩個部門 應該要有哪一個部門負責哪些事項呢 大家早上好 繼續來看看關於這一個在馬來西亞外勞的課題 那剛才有說到嘛 其實呢我們馬來西亞是這麼多個國家當中呢 唯一有兩個部門在處理外勞事務的國家 那其實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因為它的那個只能重疊嘛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而令到整個效率又低下啊 然後呢就看到可能這個相關的機構 或者是單位的監管就比較不利呢 你怎麼看呢齁律師 絕對齁其實這是我國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啊 就是我國的bureaucracy 官僚主義非常嚴重 造成政府太多部門職務不清 那你職務不清效率肯定就會低落 會出現很多漏洞可以鑽 因為本來是一個人做的事情 你現在交給三個人去做 一轉手從A官員轉去給B官員 它裡面肯定有這種交接程序上的漏洞 然後也會浪費時間浪費資源 所以這個是我們馬來西亞一直要改進的 但到現在都沒有改進 也就是官僚主義的問題 那古拉也是前能力資源部部長 他有提到應當交由能力資源部來管理 其實是很正確的 因為剛才我們有講到這個外勞招聘程序 你可以看到申請配額跟發出簽證 這個最初步的審核階段 其實是由內政部來進行的 那能力資源部其實只是等你簽證已經發出了 配合已經發出了 人已經來到馬來西亞了 我才來管理你 這些外國勞工已經來到馬來西亞了 我才來管理你和監察你 看你的宿舍啊 然後做你的身體檢查 沒有問題了 我再發出工作准證給你 所以明明是一脈相承的事情 可以從一開始審核到他來 你都要去複合資源的資料嘛 那現在卻有兩個部門來管理 肯定會出現溝通問題 所以這是必須改變的事情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麼荒謬的情況 同一件事情硬要分成兩個部分 其實就跟結底了 還是回到政治的原因 過去我國一黨獨大 在改朝換代之前 人力資源部一向來 都是由國政內部比較小的政黨來執上的 比如印度的國大黨和馬華 那這兩個政黨在巫統老大哥的面前 明顯是第一個黨次的 所以巫統領袖他們更有權力 而權力本身是會擴張 你掌握了權力就想要拿更多的權力 所以為了集中權力 部長職位我也不能跟你拿過來 我就把你部長的權力縮小 交給其他由巫統出任部長所掌管的部門 因為你管理的越多東西 你所獲得的資源就會更多 這是為什麼我們會出現像之前有提到 交通部以前是不管商用車輛的 只管民用車輛這種荒唐的情況 現在也是如此 外國勞工竟然不在人力資源部 或者是俗稱的勞工部長的管控之下 所以這是一個從以前遺留下來 到現在的弊病 我們必須修改過來 政府應當藉著這個弊案出現了之後 痛定失控即刻做出改革 而不是把之前 一黨獨大的漏息全部都沉寄下來 那我們改朝換代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嘛 所以這不地於是一個契機 讓政府進行改革 希望政府可以正視 所以像這樣子一個事件 其實在其他的國家 他管理的部門應該就是人力資源部 不就是內政部是吧 對的 好的 到底這個事件會不會真的引起 剛才洪律師所說的一些改革的事項呢 我們就繼續拭目以待了 那待會回來呢 我們再看一下另外一個課題 就是最近有人去包圍這個美國大使館的集會 就聲援巴勒斯坦的這個秘書處所發起的 那集會者呢就從26號已經開始了 到31號呢在使館附近呢 搭起這個帳篷要集會啦 雖然看起來就是一個和平的集會 可是警方就據說 有直接猜營的這個狀況 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是不是合法的呢 那待會來我們再聊首者Melody 早晨你好 我是Vivian 王偉恩 早晨你好 我是Jason 林真晴 繼續今天的Melody一週all in 我們現在的議員有時間去南 作者洪偉翔律師 洪律師早安 兩位DJ早安 所有聽眾早上好 好這個時候呢我們來關注一下 就是為巴勒斯坦而包圍的這個活動 那我們看到呢就是集會者呢 從這個12月26號到31號 你就說會在這個美國大使館集會 就由這個聲援巴勒斯坦秘書處所發起的 那就是要施壓美國方面呢 就推進這個以巴停火 那我們看到呢 王三馬祝的這個警區主任呢 也說到這起事件 將會根據2012年和平集會法令呢 展開調查 那原因呢是因為主辦方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之下 組織這一個活動 那依你來看 就目前我們看到很多的一些資訊浮現出來 這個集會呢是不是合法的呢 那如果說違法的話呢 會有一個怎樣的結果呢 首先針對這個疑問 第一點聽眾們必須明白的是 在2012年和平集會法令制定了之後 人民集會的權利就被保障了 以前你要集會 根據警察法令你是要申請準證的 換言之你沒有準證 你就沒有集會的權利 警方一個警區的主任 他有要不要給你集會的權利 所以你要申請準證 那在2012年和平集會法令出爐了之後 整個態勢就變轉換了 人民集會的權利是限付權利 不需要任何人給予 只要你是和平集會 你隨時都可以舉辦 但是當然有條件 在這個和平集會法令之下 就是你必須在10天前通知警方做出安排 如果警方有任何的規範或限制 規範你的時間 規範你的地點等等 那他必須在5天之內回复 如果5天之內沒有回复 就當作是沒有限制了 所以不需要申請準證 只是警方可以附加一些條款 讓你去遵守 不要對他人造成阻礙的情況出現 所以集會的權利有了保障 但他會有一些明文規定的限制 不可以在敏感地點舉行 比如醫院、機場、學校 也不可以攜帶孩童等等 那如果違法的話 主辦方會被罰款1萬令吉 所以是針對主辦方而已 參與者一般上不會面對處罰 除非在警方執法的時候 你處罰 你主差辦公 或者是你襲擊警方 或者是你造成破壞 那你就可以被抓、被提告 但他跟集會其實是兩罰指示 回到這個問題 這一場集會是否合法 其實出現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的情況 因為根據主辦方蔡天強所說 其實因為他們不是定點的集會 是好幾天的這種包圍大使館的行為 所以人來人往 他們也不能知道多少人 所以他並沒有填寫通知的這個表格 但是他有寫一封信告訴警區主任 那警區主任剛才有提到 就說我們沒有收到通知 不符合規格等等 但無論如何 你要阻止他們去舉辦這個集會 你要針對的必須是主辦方而已 那法款也只是一萬令吉 所以這個是我們有和平集會法令之後 所給予的保障 其實這是一個進步 那既然有這個和平集會的法令呢 去保障任何人其實都可以和平集會 只要不阻礙交通沒有就是打擾到民眾的話 都OK的 可是如果有一個狀況就是警方去直接拆營的話 那其實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呢 當然警方是有權利去拆除這些營帳的 尤其是你阻礙了交通或者是你在不適合的地方來打營 因為不是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樹立起這個營帳或者是任何阻礙物的 所以警方是有權利這樣子去做的 當然回到這個案件 如果你說我並沒有阻礙到交通 我也並沒有在限制區域裡面打起我的營帳 那警方你來胡亂拆除 這個就是警方的錯誤 我們人民其實是可以提告警方來叫他做出賠償的 所以這一點必須要搞清楚 那最後我也要特別強調了 關於這個課題當然有許多人 我相信會覺得這是浪費時間的行為 因為不會有效果 美格大使館就當是看戲而已 或者有人也不同意如此升高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課題去包圍美國使館 這些當然有他的理據 有各種各樣的元素 包括去包圍也有他自己的考量點 但是我們絕對不應該因為自己不同意 就否定他人表達看法的權利 因為這是言論自由的社會 只要你不妨礙他人不傷害他人 每個人都應當有自由表達看法的權利 而和平集會就是一種表達方式 就像一句非常著名的話 我雖然不同意你的觀點 但我事實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這個是每一位在文明社會裡生活的人 都應該要有的胸襟 這個就跟之前Persetta集會是一樣的 也有反對的人 但你不能夠阻止我做集會的權利 我表達觀點的權利 這一點必須要講清楚 也是大家所必須要有的共識 瞭解 看過我們這個跟國際大事相關的事件之後 稍後來我們看看一個比較接近我們民生的課題 經常都會看到譬如說飆車黨 在這個大道上面就上演他們的這個特技表演的 最近有一些視頻流出來了 我們待會就來看看這個事件還有一些相關的課題 屬者Melody 早上你好 我是Jason 林真謙 早上你好 我是Vivian 溫瑞恩 繼續今天的Melody一週all in 我們有史正中南作者 宏偉祥律師 宏律師早安 兩位G姐早安 所有聽眾 早三好 好 最近也看到一起事件又在發生了 就是關於這個飆車族的 那他們就在這個東海岸大道上 就上演了這個超人的特技危險骑行 最後就導致尾隨在後的這個摩托車閃避不及 接連翻車的這個視頻在社交媒體流傳了之後 警方也逮捕了三名學院生以及一名中學生協助調查 那這個案件當中涉及的人是將會面臨什麼樣的懲罰呢 在法律上這是很明顯屬於鲁莽駕駛的範疇 它是屬於陸陸交通法令第42E條文 如果你在任何的公路上危險及鲁莽駕駛 那你將會面對不超過五年的監禁罰款 最少5000或最高15000令吉 更重要的是你的駕駛會被撤銷兩年 所以這並不算是一個輕微的罪行 這裡也提醒大家不要在馬路上任意的超速 任意的鲁莽駕駛 你要面對非常嚴重的後果 而且如果你這個行為是有造成他人的人命傷亡 那所面對的刑罰會更重 你一定要去坐牢 最少要坐兩年 最高可以到十年 那現在這個超人特技在高速公路上的表演 我們看到打倒林球的情況很多人翻車 有沒有造成死亡我們不知道 但必須了解如果有造成傷亡 你這個行為你就必定要坐牢 那關於這個刑罰 剛才魏远也有提到他們有的是中學生嘛 很可能是未成年人18歲以下 那如果是18歲以下你真的被提高 你的監禁極可能會由送去青少年改造中心所取代 除此之外警方也有權利可以扣押這些摩托車 直到這個案件結束為止 如果發現你有非法改造摩托或是無造駕駛的情況 甚至可以充公你這個摩托車 所以這些都是這些飆車族在大道上所觸犯的法律了 所以其實那個飆車族的問題呢 真的是老生常談的 我們經常都會聊 經常都會看到 可是呢一直都沒有一個非常實質的方式去制止這些事件在發生 其實有沒有說在從哪一方面可以去下手 至少我們比較接近有一個比較理想的解決方案呢 以你來看 要處理這些問題 當然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增加執法啦 只要你警方更粗勤一點 然後把這些想要飆車的人在他們上高速公路之前 或者是他們一如馬駕駛就把他們抓下來 那這些行為肯定就會大幅度減少 但是涉及案件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大多數都是青少年 血氣方剛 他們幾時要突然想要表演 或者是受朋友的影響 一起去做這種非常刺激 甚至會損害生命的行為 去尋求這個刺激感 我們是不知道的任何時候都可以發生 所以執法無論如何都只是一件治標不治本的事啦 它是消極 必須等到他犯錯你才可以採取 所以就必須回到教育啦 像剛才提到年輕人入室衛生 很容易被身邊的人影響 而且血氣方剛 想要證明自己 想要好有鬥痕 那其實我們在學校啊 在家長就要做出這一方面的疏导 給他們知道你可以表現你自己 但是表現自己並不一定要用這種 很可能會傷害自己 也會傷害他人的方式 比如你可以去參加運動 為國爭光 沙勞月就有一位中學生拳手 在幾個星期前代表馬來西亞就打贏了一位非常著名的泰拳拳手 這個就是很好嘛 你可以強身健體還可以為國爭光 所以除了教育方面 政府也應該做出這些疏导 給他們更多來釋放他們能量 釋放他們體力的行為 包括之前其實在國爭時代有建議可以建專屬的賽車場 然後有這些安全措施 給他們去練習 不需要去到馬路之上 這其實也是一個解決方案 所以應當從這邊下手 但還是要回到教育的方面 給他們了解到 你做任何事情之前必須先考量 你會不會對他人造成傷害 你在大馬路上做出這些表演 一不小心一整個家庭就被毀了 所以這些都是要知道的事情 你有這些顧忌了之後 善失了之後 你會做出這種無綁行為的可能性 就會達出降低了 這是我的看法 那今天針對幾個課題 我們非常感謝洪律師做了一個全面的分析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謝謝你 謝謝